那我们是怎么来处理这些大数据的呢 因为刚才说到我们比如那个人口牵引那块 还有这些都是涉及到基本上就是几十亿 或者至少是几百万的推特数据的处理 基本上大家知道用Excel表格是没法去处理这种数据的 这个我们都是深有体会的 那我们这个数据主要处理刚才提到了 就是底层是一个计算机群 是一个15台的计算机群 我们今年会准备再买计算机加上去 完了以后这个在这个机群之上就属于硬件了 然后软件这块我们就用了一个软件平台 叫这个Hadoop Dispute 就是那个Hadoop这个生态系统 这个系统我们用了一个它本身那个HDFS 就是Hadoop Dispute System 来store它这个数据本身放在里面 然后因为这个系统我一直比较熟 读博士时候也是用这个在那个杨树老师那边做的时候 也是一直用这个来做一些数据 存储分析 当然那时候又做的是这个期后数据 还有其他也要来影响数据 但是现在我们用它来做这个这个推测数据 文本数据的一个存储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我们觉得 然后我们在上面做了一系列的这个空间 时空的一些数位 为了更这样会更快的去 去access我们每天每五小时 或者是我们的区域的这个推测 当然这些工作这个宁欢 当时他也是在这边做了很多工作这一块 做了一些这个index 现在在叶教授那边做这个读博士 parallel processing这块 这块主要是我们在这个基于它这个平台 比如说那个high还有inclar这种分析模块 分析的平台我们做了一些自己的 自己的一些定义的function 这些函数然后这些函数可以嵌在这个sql里面去做相应的一些分析 这样的话其实我们这个分析基本上就是通过这种sql语句 加上这个加上我们自己定义的function 还有这个drupter notebook当然也是在里面用sql语句来快速进行分析 这是这个在防防墙之内的一个平台 完了以后我们在上面开发了一系列的这一些tool 这些tool一方面是方便我们去更好的去展示 比如说显示我们这个分析的结果 另外一方面这个有时候我们通过这个visualization tool 我们可以看这个数据的pattern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一些问题 发现很多这种倒不是那个problem 而是说我们会发现一些很有趣的一些现象 这样我们会更好的问一些scientific question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返回来去进一步的对那个数据进行分析 得到一些其他的一些结果 所以这个过程基本上是这样的